在美国这个国家只要你站在美国土地上 美国的居民 不管你有没有绿卡 有没有护照 没有身份 你和美国公民所享受的法律和待遇 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福利之外 所以每个人要爱这个国家 我们曾经说过一个要赶恩美国的节日 我们没有做 因为我觉得那有点拍马屁 还不到时候 不够实力 我们有一天 我们新中国联邦一定要一个专门赶恩美国的节日 美国这个国家太伟大了 这个系统太伟大了 我遭遇这么多司法黑害 我还是认为美国伟大 如果在中共国 一万个七个命都没了 你们命早都没了 你有上街的机会吗 所以我们要爱美国 永远感恩美国 就因为感恩和爱美国 才不允许路克 托黑子亭 美奥曼尼 赛美剑这人 骗美国人的钱 破坏美国的法治基础 坑害美国人民的利益 让美国人民 养老金和资金被共产党骗走 这些是白眼狼 赛美剑的儿子儿媳妇 孩子孙子在美国生存 他在香港帮助共产党骗美国人的钱 坏良心 所以说法治基金 是唯一合法支柱 维护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 中国人在海外的安全 和爆料革命的政治安全 和政治需要 合法资金需求 它的价值 它的作用 无法形容 它是新中国联邦的根基